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期用与人工智慧AI的特殊应用晶片ASIC带动半导体后段专业风测的需求,法人指出, 包括日月光、晶圆电、南电、影威、晶测等台厂,逐步切入AIASIC晶片相关风测、载板和测试接口供应链。 美国投资机构报告分析称,台湾OSAT风测大厂纷纷切入挥达AMD的AI晶片供应链, 以及科技公司客制化的AIASIC晶片供应链,2024年相关业绩可期。 其中在晶圆测试端,晶圆电在GPU晶片测试领域的市占率较高, 成为美系AI晶片大厂的主要测试伙伴,预估最快明年起, 该公司在AIASIC晶片测试领域可逐步放量。 预计2023年,AI晶片占晶圆电整体业绩比重可提高至7%至8%, 明年可提高至10%。 IC在板基板领域,南电通过台湾ASIC设计公司, 开始供应ABF在板给美系云服务设备大厂, 间接切入国际供应链。 测试接口端,颖威董事长王家黄日前表示, 2024年,越来越多的厂商自行开发AIASIC晶片, 预计相关客户比重持续增加,将成为公司增长主力。 颖威也切入先进封装CoOS测试接口, 相关试验正在进行,预计明年NAMS探针卡等开始放量。 经测日前指出,2024年来自AI晶片测试接口解决方案, 包括GPU、APU、ASIC等相关晶片,将贡献收益。 晶圆代工厂联电已经与华邦电、智源、日月光半导体及Cadence合作, 布局晶圆对晶圆3DIC专案,加速3D封装产品生产。 日月光头控旗下的日月光半导体, 积极布局删出型FocusBridge封装技术, 可整合多颗ASIC小晶片以及HBM记忆体晶片。 目前,多家海外科技大厂纷纷开发自研ASIC加速晶片, 包括谷歌、TPU、英特尔EASIC、 特斯拉、Dojo、亚马逊、Training、 微软Azina、Meta的MTI架构等, 带动ASIC设计、晶片封装和测试需求。 此外,中国的阿里平头哥、百度等, 也在积极投入自研AI晶片开发。 另外,随着AMD回答AI新晶片连发, 带动封测链跟着网。 业界人士透露,近期客户端对AI相关封测 追待意愿强劲,整体量能比原本估计高于一成, 日月光头控、晶圆电、锡格等厂商渴望赚饱饱。 据悉,AMD将在推出全新Instinct MI3, Azina系列AI晶片后, 灰达接棒在明年亮相新一代B100绘图晶片架构, 两大巨头AI新品一波波, 推升相关封测鞋力厂动能强劲。 AMD积极抢占AI商机MI300系列将是接下来的利器。 AMD先前已上调本纪AI相关GPU营收预测到4亿美元, 并透露已有多家超大规模客户采用MI300系列产品, 看好明年AI相关营收将于20亿美元。 AMD并看好MI300晶片将是公司最快达到销售额10亿美元的产品。 灰达规划在2024年推出次世代Blackwell架构B100绘图处理器, AI表现效能将是Hopper架构的H200GPU两倍以上, 算力大约近。 业界分析,由于AI需要大量运算, 在电晶体达极限后,先进封装逐渐成为主流, 借此把晶片堆叠起来, 并封装在机板上,且根据排列的形式, 分为2.5D与3D两种。 此封装技术的好处是, 能够减少晶片的空间, 同时还能减少功耗与成本。 业界指出, AMD会达扩大AI晶片下单量, 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产能赛报, 推升相关封测供应链, 日月光头控,晶圆电, 锡格等订单量超乎预期, 法人看好将让三家业者明年营运, 吞下大不完。 就日月光头控来看, 旗下锡品具备生成是, AI晶片所需的CoreOS先进封装产能。 日月光头控财务张董红斯先前曾指出, 目前,AI上处于早期阶段, 占封测业务营收约1%至3%, 随着AI导入现有应用与更多新应用, 先进封装需求有望呈现爆炸性成长, 推动产业进入下个超级成长周期。 晶圆电方面, 自今年第二季起, 大幅扩充AI晶片测试产能, 在CoreOS先进封装产能, 开除所需的测试量涌进。 法人估今年, AI相关业绩占晶圆电整体业绩比重, 渴望提升至7%, 明年再增加到10%左右。 西格方面, 总经理叶三连认为, 随着AI手机问世, 手机晶片因搭载处理AI运算的APUMP, 测试市场较一般5G晶片翻倍, 西格已升级机台依应客户未来需求, 将易住2024年营运。 为了抢占未来AI市场先机, 更先进的晶片支撑方面, 全球各大晶圆厂商已经动起来了。 台积电2奈米及以下等先进支撑用地, 涉及8000亿至1兆原新台币的投资规模, 台湾各地纷纷争取。 台湾12月底, 审议通过了中科台中原区扩建二期计划, 该计划关系到台积电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布局用地, 预计2024年6月前交地并进入工程实施阶段。 供应链传出, 台积电或将这块地优先列为1.4奈米建厂用地取代熔潭。 中科管理局指出, 台中原区扩建二期计划一半导体领导厂商提出的最新先进制程, 预估建厂用地至少须地约50公顷, 加上公共设施, 整体用地达80至100公顷。 据台湾经济部统计结果显示, 中科半导体聚落以台中原区为主, 有生产先进制程技术的12英寸晶圆厂及半导体大厂进驻, 成为台积电先进制程最有可能进驻的最终选址。 知情人士指出, 台湾大力支持中科二期计划, 相关水电、环平、台水以均妥善安排, 历史两个月的计划变更审查及用地征收可行性评估, 终于赶在年底走完全部流程。 制造技术的开发进展顺利进行。 台积电强调, 使用其2奈米级制造工艺的量产有望在2025年实现。 根据Semi Analysis的幻灯片, 台积电的1.4奈米生产节点正式命名为A14。 目前,台积电尚未透露计划合适开始于14量产时成极其规格, 但鉴于N2计划于2025年末, N2P计划于2026年末。 因此,可以合理猜测于14会在此之后, 2027年至2028年间推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